69、中國報2015年7月26日報章 B05國際精選墨西哥中部雷電一家七口租滅門墨西哥 墨西哥乘25日美聯電 墨西哥中部一個鄉區週五下午發生雷電殺人意外 當地遭暴風雨吹襲,一柱農田被雷電擊中,造成七死二傷 包括四名小童 當局表示,七名死者是一家人,四名喪生小童年齡介乎3至14歲 另外三名死者均為女性 關納華托州公共安全部報道 意外中另有一名二十六歲女子,及一名小童亦受傷 生命沒有危險,事發時,他們在狂風暴雨下營於田間工作 這起意外發生於距離吉雷塔羅市約四十公里路程的一個鄉間 墨西哥上發生閃電意外 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